柯文哲在這禮拜一到禮拜五的過程當中 已經元氣大傷 對共產黨呢 在講鬥爭的時候有一件事情 叫做先鬥臭再鬥垮 為什麼要先鬥臭再鬥垮 他有他的邏輯 你今天如果沒有把一個人鬥臭 比如說這個人呢位高權重 明星愛戴 明星擁戴 這時候你要把他鬥垮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想想看如果說比如說這時候 侯友宜突然被抓走了 那會引起什麼樣的問題 非常大的反撲跟反彈 對吧 今天民眾黨支持度有20% 你直接把柯文哲壓軸他會變幾% 我跟你講好不好 他還是會20% 而且會是強而有力的20% 但你今天 如果不是直接把他鬥垮 而是先鬥臭 20 19 18 17 16 15 14 14 13 12 11 10 這時候會發生什麼效應 民眾黨的支持者 對他們已經灰心上志 這才是重點 因為當今天柯文哲 為了要應付司法的官司 他會講出非常多荒唐無厘頭的說法跟 說詞 而檢調在辦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跟你講 他只要一約談柯文哲之後 就變偵查不公開 但是在這之前 他可以放任柯文哲 在外面 陳志漢在外面 徐甫在外面大量的公開這些案情的內容跟細節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柯文哲他為了要在司法上保全自己 實際上他在做的是什麼 他在把自己鬥臭啊 他替檢調省的這個麻煩啊 柯文哲自己在把自己鬥臭啊 而且我們還要感謝兩個人 一個人叫陳志漢 一個人叫吳宜軒 為什麼 因為陳志漢跟吳宜軒在裡頭荒腔走板的 做法 已經讓民眾黨加速了柯文哲毀滅的過程 我舉個例子就好了 一個便當 我跟你講各位 如果是直接把柯文哲壓下來對不對 你沒感覺 小草也不會有感覺 但是你如果是一個小草 你看到一個便當買96萬 然後 民眾黨的說法是有兩種 陳志漢說9萬6 他老公說960加110 你想想看你若是小草的話 你作何敢想 這一件事情在司法上 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96萬而已嘛 哪能有什麼大罪呢 頂多就是衛造文書啊 頂多就是公務人員登載不死 哪能有什麼大罪 但是這件事情放在政治的場域上 它會造成什麼 毀滅性的破壞 因為你把大家當白癡 各位你不要誤會了 今天就算是小草 也沒有人吞得下這種鳥事 什麼叫做960加110 等於96萬110 太丟臉了 然後中間隔了我們講幾個月 四個月 隔了四個月你跟我講 收據發票會在同一時間登載 沒有人會買單這件事情 然後會誤報 把兩個插了四個月的發票 誤報在一起 九十六萬110 等於是960加110 變成九十六萬110 沒有人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跟你講 檢調現在最感謝的人叫陳志翰 叫做吳怡軒 因為只要他們持續到外面輸出 講出這些反制的話 民眾黨就會先臭掉 所以你懂嗎 各位以前為什麼在殺人的時候 要游街示眾 柯文哲現在就是在游街示眾 把你推到大街上 然後讓大家看到你 以前高官對不對 穿著富利堂皇 如果你直接把頭剁掉 他在全民的心中 他還是一個富利堂堂的高官 但是今天一個高官 他要怎麼樣讓摧毀他 讓他斬掉他的頭的時候有威懾力 他要讓他劈頭散髮 關在球車裡面 然後以前 雍龍滑貴的樣子 現在變成落魄不堪 推在馬路上 城裡面繞一整圈 之後再把他的頭抖下來 所以我跟你講 柯文哲現在做的事情 柯文哲現在的遭遇 就叫做游街示眾 讓大家看看他昨天的樣貌 眼睛走得跟米姑一樣 老婆跟罪犯一樣 然後在那邊躲躲藏藏 就是想讓大家看見這個畫面 而且越久越好 但也不能太久 因為游街示眾 你不能可能游一個月嘛 游個幾天嘛 所以在游街示眾這個過程當中呢 原本檢調還沒有那麼快把他逗湊 但偏偏有許甫 有陳志漢 有吳怡軒這些大天才 這些大天才的反應 這些大天才的嘴賤 他會加速了這個游街示眾的環節 因為會讓現在的小草 民眾黨的支持者 對他們厭惡自己 各位你不要誤會了 我真的看到非常多小草崩潰 連原本很多挺民眾黨的媒體人都崩潰了 這個是一個接著一個的 好不好 因為我們這邊從頭到尾就是柯黑嘛 我們無所謂 但你仔細去觀察 我都不懂 很多原本支持柯文哲的媒體人 然後現在也跟著罵柯文哲 不是你們就挺到底就好啦罵什麼罵對不對 就挺到底就好啦 挺不下去了嘛 所以這是一種跡象 當媒體人開始崩的時候 下面的小草會崩 那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誰 館長 館長說什麼 這個這個我都救不了了 館長也開始崩了嘛 很多人那時候館長在踹陳佩奇的時候 我就說少來這一套 我就說在五七報新聞講 我就說館長緊接而來 一定最後會踹柯文哲 你相信我 現在是不是踹下去了 為什麼 支持者沒有辦法 接受這種反制的說法嗎 太低能了 但是我跟各位 我很高興 我很樂見於這種局面 我覺得呢 陳志涵跟這個吳宜璇最好多多出來 因為他們會加速柯文哲 這個毀滅的過程 好不好 而就在今天 柯文哲這個叫更了不起 你知道是什麼嗎 錯判 他把這個遊街示眾的過程 他把這個鬥臭鬥狂的過程 搞錯了 他以為出現了一線曙光 這個也難免 因為人喔 在瀕臨絕望之際 會自己給自己找出一絲希望的火光 否則他會活不下去你知道嗎 人喔比如說關在牢房裡面 他就會幫自己找點事情做 為什麼呢 牢房有時候都要留一扇窗你知道嗎 讓他至少有點一線希望 那你知道為什麼禁閉是這麼可怕嗎 因為他完全沒有任何窗戶 就是關的緊緊的 那人在裡面就會崩潰 OK 所以當柯文哲先來把這個錯把 這個遊街示眾鬥臭鬥狂的過程 當成一線曙光的時候 他幹嘛了 他竟然開始反擊了 他放鬆了 他覺得自己沒事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看 昨天的柯文哲跟今天的柯文哲 真的差非常多 柯文哲變了 他又以為自己重新活過來了 很多人看到這樣會擔心 但我跟你講我反而覺得樂觀其成 為什麼 因為果不其然 今天陳佩琪發的臉書 就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他們以為這叫沒事 但事實上卻鄭重了簡調的下懷 好不好 各位追究我們今天的主題 一樣老規矩 有任何意見在我們聊天 是用抖內的方式 不管提問留言倡議像下 好不好 我們中央休息人同一專門 問你服務小弟本人 來我們來點點名了 來 從誰開始 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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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安 懷哲 五安 對他鬆了 來 蘇偉 五安 Scoutier Sheer JE 哥哥撞鬼 黃金戰船 易大鳳 Heleny 莎莎 死到領頭 還嘴硬 來 RealReal OK KY J.H 甘 溫 蛤 Scoutier 凌 凌 凌 Jason Keane 全自然 寬吉隆 Sonia Tan 阿里咕 青岩 修朱菜 OK Robert 喵子 彭于梅 周可軒 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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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 李Wendy 易大鳳 汪烏 陳恩 Ling Eve 伊娃娃 雲雲 HYC 木可你不可 Jennifer Song Josephine 廖 Bonnie 北卡大姐 丘莲 J.E 黄秀朱菜 Darty GoGo Henry 五安 Emmy 五安 林怡君 五安 盛廷杰 五安 雅克斯 五安 周可軒 五安 Samuel Ball 蔡炎筠 KY 帕美拉 冯芳玉 陈寅君 慧珍 慧珍 我有姚慧珍 來 珍娜 米索西鲁 邱若珍 艾莉絲 無聊K 陳多多 Oswan 廷李家河 天成有斗 楊憲珠 七七 OK 一論 Shoe Alice 五安 林詠弦 丁笑 五安 Xiao Jin Jong 五安 Debbie 五安 哇 這個怎麼唸啊 你直都 Foto 這是什麼啊 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這種文字 JJ OK 沒穿褲子 密歡 巧欣 加油 舒院 汪雨妮 以 Smokey Rider mama Chain 喵紫 OK Angie Luzhan Sherry A TYP 7點鐘 無聊K 歐巴桑康務長 千頌一 你這樣講我還以為你是那個 我還以為你是那個 那個叫誰的 那個叫誰的 阿信 那個阿信叫什麼 為什麼我突然忘記民眾黨的那個阿信叫什麼 蔡秘魯 JoJo Peter 吉哥 Tim Lee 玉鳳 帕美拉 來 ML 黃瑞珍 天才醬油 許軒 Sandra Evans 燕梅 同仁 Beater 加奈子 Always Jenrich Henry Luzhan 帕美拉 Brenda Chang Kawai Sany水瓶座 蔡林慧 去 Jimmy 來 曼莉 武安 Matshe 武安 Jason 柳泥鼠 武安 Ember OK 松山小偉 OK 武安 賈老二 武安 熊貓豆腐 武安 王勇 來 好各位差不多了 來我們開始 唉 我先看這個陳佩琪的臉書 唉呦 快快 來 陳佩琪說什麼 來喔各位還記不記得 沒關係因為他臉書文章都沒有刪 我們就直接對照就好了 你看喔 各位 他突然間喔 開始奔起振作了 在發文 他說我要調劣勢 各位跟你講 跟你保證一件事情好不好 你覺得等一下我們看的這些文字齁 因為我們都出過庭啦 不要騙人 是律師幫他擬稿的 還是陳佩琪擬稿的 你等一下觀察就知道 我們會做個對比 來各位 你覺得陳佩琪這一篇臉書貼文 我等一下會講齁 你先猜猜看 是律師擬稿的打加1 陳佩琪本人自己寫的打減1 律師加1陳佩琪減1 律師你搞的打加1 陳佩琪寫的打減1 我跟你保證絕對是律師啊 來我們來看看大家各自看看各自的想法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筆法啦 你就像我的文章喔 也騙不了人啊 超白癡 我就超蠢的 這金氏夫妻是蠢到不行 黃金戰船他不是把政治當小兒科 他把法律當小兒科 這兩個夫妻黨喔 法盲你知道嗎 而且我有資格這樣講 各位我從來都 我都是不起訴的好不好 這夫妻黨我跟你講法盲 來我們先看這一段文字 兒子已經成年兩度自己走路銀行開戶 來喔這都是法律用語喔 成年代表他有行為能力 兩度自己走路銀行代表說他 沒有受到任何脅迫 自己走路喔 沒有受到任何脅迫 也不是在任何的這個意識表達不清 或者是受人控制的狀況下 取名跟自己所學有關公司犯了哪條法律 我不知道耶 各位當初是誰說這個東西犯法的 陳佩琪啊 陳佩琪說這個犯法的 欸欸欸欸各位 他當大的私自耶 你看喔 他當大的私自耶 我算是有犯意沒有犯行 請法院重新量行 不是啊 你知道嗎 我就說這個夫妻黨喔 他們搞不清楚現在是游街示眾 他們真的會把自己鬥臭你知道嗎 我沒有看過有這麼了不起的人 自爆自己把自己鬥臭 你看喔 欸欸 陳佩琪又回來了 我是不是說陳佩琪這個人絕對不會道歉的 但我沒有看過自己跟自己吵架的 真的抱歉我不知道這有違法的疑慮 被賣蓋瓜承受我已經請人撤銷公司了 我已經請人撤銷公司了 各位他自己承認說 成立公司可能會來不及 所以先用別人 退休之後換自己當負責人 這個已經承認了用人頭公司嘛 對不對 這邊是已經講了是人頭公司嘛 然後說我不知道這樣違法抱歉嘛 所以我把公司撤銷 所以陳佩琪自己承認了開人頭公司 然後說違法撤銷 對不對 這個東西我跟你講減掉齁 我給你保證100% 會變成堂證供嘛 對不對 然後結果你看今天他說什麼 他說我對不起我不知道那樣違法 我已經撤銷了 而且我是成立人頭公司 他今天說什麼 我違反什麼法律了 兒子是自己開的 欸 兩天前你說是別人 今天變兒子 這夫妻長真的是不要臉自己 誰會說自己的兒子是別人 就是你懂我意思嗎 這種小草看到你心裡做何感想 佩琪你跟我講說是別人 結果你今天說是兒子 然後你之前跟我說你是要自己開咖啡廳 結果你今天跟我說是自己開戶 沒違法 違法也是你講的 撤銷也是你撤的 那沒違法你為什麼要撤銷 陳佩琪我問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叫 沒違法你為什麼要撤銷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 工夫